2025年到來 不論是在跨年活動現場 或是人潮滿滿滿的捷運裡 想要熱騰騰的美食 陪伴迎接新年 其中一個選項 就是叫外送 民眾在外送平台下訂炸雞 沒有想到 只是等不到外送員來取餐送餐 就直接在網路上取消訂單 炸雞店老闆在網路上 PO出照片一大袋三千元的炸物 被熊貓棄單需要的朋友 可以過來拿 是怎麼處理掉單 我們後來就直接破壞那個 大袋人的車款 然後就想說 有需要的人就過來可以自己拿 就免費徵服 對 剛炸好的炸雞裝進袋子裡 外送員把握時間 要送到顧客的手中 不過跨年夜當天 訂單從8點過後開始爆亮 也讓店家發聲 有單卻無人可送的酒精 訂單大概是在8點半的時候 開始就陸陸續續有 比較多的 我們所謂的疊單的狀況出現 那時候在路上看到的外送員 其實也不多 就是在路上看到路邊在等的至少 應該有四至五個而已 就有網友說太過分了太扯 也有網友納悶氣單 難道是店家自己吸收嗎 那他接下這張訂單確認之後 那所有的費用都是由公司去承擔的 對公司都會出這筆訂單的錢 那如果說這筆訂單成立 那是由客人付這一筆訂單的錢 店家表示 最後七張訂單費用 由外送平台支付 但是店家說 因為擔心食物浪費 才會PO上網路 外送員也說這樣的狀況 自己也是 是頭一次碰到 三地新聞證明唐紅沖翔 台中報導